光天化日的市區 竟然也會發生這種事 台北市大同區這個星期一 就發生一起當街掳人的事件 一名家住新北市的王姓男子 因為欠錢遭到李姓祖頭追債 沒有成功 李姓祖頭就設局將王姓男子 約到了台北市重慶北路 一處三溫暖前 派小弟持電擊槍 辣椒水 將他強壓上車 還好警方是巡車追人 短短一個半小時之內 就將三名嫌犯甚至一發 監視器畫面拍照 王姓男子一走出大廳 就由一名持槍男子追了過去 因為太著急還滑了一跤 不過接下來就硬是把男子 壓上車帶走 申發地點就在台北市重慶 北路的一處三溫暖前 嫌犯也很大膽 竟然在週末回饋之下 當街掳人 看到沒有很多人 三四個 是唯毆不就是有在打架 原來雙方有債務糾紛 被掳走的王姓男子 因為欠錢遭理性組織追債 零姓組織要不到錢 就社局將王姓男子騙了出來 不過警方接獲民眾報案後 開始以車追人 短短九十分鐘內 就順利逮捕到了三名嫌犯 並依法送辦 不過光天化日 發生了掳人事件 還是不免讓附近居民 擔心起當地的治安問題 華日新聞 莊宇哲 梁洪志 台北報導